再来讨论最近有一些军演活动 还有一些全球的战略议题 我请教一下亮哥 这个是5月31号 美国在非洲最大规模的军演结束了 这一回的军演来自于将近36国 大约有8000多名的军人来参与 当然大家所关注的就是中俄 现在成了新的挑战了 因为西方影响力不可会言 在非洲已经慢慢的衰退了 当然这个中俄企业的经济 还有军事支持 非常多非洲的国家 另外一个部分是 加拿大防长出席相会的时候 特别提到他们是将会加入 美国的印太战略 但是中方直接批评了 这个美国的印太战略 根本就是想要打造成一个 亚太版本的北约大圈子吗 我觉得这个有点夸大其词 就是因为在亚洲 大部分都是本来就有 共同防御条约的国家 然后再叠加 比如说把韩国日本 菲律宾澳大利亚都拉进来 你说印太战略夸大其词 这个本来就有共同防御条约 可是里面有很多国家 是没有共同防御条约 比如说印度 我觉得印度就没有那么积极 它就玩自己的 我不一定要配合你 应该说它是利用它们 印度这个国家本来就不结盟 那英国那个叫做擦边球 距离那么远 那东南亚其他国家都不愿意表态 所以哪有什么印太战略 如果印度跟除了菲律宾之外的东南亚国家都不愿意站边 那这样叫印太战略吗 这跟吹牛战略啦 实际上真正进来最积极的国家就是 日本澳大利亚 日本跟澳大利亚啦 菲律宾太弱了啦 那韩国会考虑到朝鲜半岛自己的问题啊 所以它也是插边而已 所以真正的实体就是日本跟澳大利亚 那澳大利亚在逐渐很多这个出口到中国呢 被解禁之后 它现在也没有那么积极的啦 所以坦白讲 这就真正真正发挥积极角色 而且有钱又有实力的就是日本 其他还有谁啊 菲律宾那算算是个咖吗 小马可是去香格里拉演讲又怎样 又没有人在理他 真正大家都在看重点就是 就是董军见澳大利亚嘛 就是还是中美嘛 所以我觉得这个很虚啦 这个跟北约差太远了啦 北约那个是 有年年的年度的一些共同的计划 那而且还有很多 像慕尼黑会议这种啊 每年都要讨论新的议程啊等等啊 我是觉得差很远啦 你如果真的都是这么有敌意的关系 那岸田文雄为什么要跟中国结明 你应该会 你应该像菲律宾这样才对啊 对有所顾忌 菲律宾现在跟中国大陆基础全部都断 对不对 那中日韩峰会为什么要开呢 而且看起来是日本跟韩国都很积极啊 所以我觉得亚洲不是那样的一回事 亮哥那这个非洲演习呢 这个美国本来在非洲就还是有一定的部队 这里主要是北非嘛 那北非当然有一定的部队 因为他往上就是那个直布罗陀啊 那是进入地中海的要道啊 美国再怎么样地中海还是有一个航母舰队啊 所以他还是会守这里啦 可是美国在非洲是越来越没有力量啦 因为他没有经济基础 所以为什么在非洲大概都是法国跟中国啦 那法国也只有西非啊 那其他就是中国啊 为什么中国事实上就是因为他有经济基础嘛 美国事实上你要叫他的一个 跨国企业长期待在非洲 那几乎难以想象啊 难以想象啊 对他来讲那个利益太小了 所以也没有人愿意常住啊 所以我是觉得很难啊 因为你去看他这几个国家嘛 那为什么埃及不进来呢 那土利西亚最近还去拜访中国啊 不是吗 还签了一个两国的联合声明 所以我坦白讲我认为 你不能够说土利西亚就变成美国的结盟啦 因为中国大陆在这个 因为埃及已经被跟中国大陆关系非常密切了 那埃及扩散出来的力量 摩洛哥啊土利斯啊 这些他一定影响得到啦 那阿尔及利啊传统是法国的地盘啊 所以我并不高看这个东西啦 OK好 接下来两个问题我们一并讨论 包含了这个法国航母的戴高乐号 航母战斗群跟八个国家完成了演训到了地中海 当然他们是希望保持跟北约的成员国军队的高度的互操作性 这个背后所代表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 好另外说到了中东的情势 6月1号胡赛武装的发言人直接说了 他们在红海袭击了一艘美国航母 一艘驱逐舰还有多艘的船只 好但是美国国防部官员直接说了 这个是纯属虚构哦 他们则是强调了 在夜门北部红海南部有击落一架无人机 还有两枚的反舰的弹道导弹 好当然呢现在以哈战争哦 埃及卡达跟美国发了联合声明哦 呼吁哈马斯跟以色列依据美方5月31号公布的新庭案 达成停火协议 好这个是因为美方有抛出所谓的停战三级 但是呢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已经说了哦 他不会接受 好另外呢6月1号特拉维夫出现数千人的集会 当然是希望呢拜登能够施压以色列赶快释放人质 我请教一下丽将军 我先讲从上面开始讲起 法国航母这次的演习 其实在军事上面没有特别的太大的意义 因为在红海那边大概美国跟英国来讲 来应付福袋组织为主 那法国马克宏这次来讲他组织这次演习 他主要目的在利用德国比较退下去的时候 他彰显他在欧洲的影响力 所以他在海上来讲的话 他用他的航母来这边联合这个地中海地区的国家 来实施这场军演 我觉得政治上宣誓的意味比较浓了 就是代表法国来讲他将来是在法国 在欧洲来讲他有一个主导的地位 所以他组织这个演习 那有一点跟美国别苗头 因为美国下个月要实施环太平洋军演 所以法国就在这边地中海这边来讲的话 他用戴高乐航母结合几个国家 地中海周边的国家 来实施这种航母的一个海上的一个演练 那中东这个就比较有意思了 到底胡塞这艘美国航母来讲有没有被打到 其实大家都抱着笑话在看 因为这胡塞讲了第二次 第一次讲的时候我们不在意 认为说胡塞在吹牛 或者是说假的 结果没想到第二天他又讲说我打到了 那美国来讲也很有意思 那我们各位可以看一下 大家来猜猜看 到底美国这艘艾森豪号有没有被打到 这个美国来讲的话 第一个他的周边来讲 其实航母护卫的战力是很强的 他周边还有很多的导弹护卫舰 在旁边帮他发射这种对空的导弹 但是我大概算了一下 如果他旁边有四五艘的护卫舰来讲 他对空导弹可能最多也就300枚 那300枚的话 那胡塞有没有可能说是 用1000架的无人机去攻击他 这种可能性很高 我这300枚导弹 每一枚的话 最便宜的也要200万美金 但是我无人机的话 可能是2000块的美金 就可以有一架无人机 那你说有没有可能 它类似那种阿萨克洪水 以色列打的那种方式 我用密集的 这种饱和式的攻击 来攻击航空母舰 有可能 那你被打到定义是什么 是说只是砸到一下 一个小爆炸还是砸川 那砸川当然是不可能的 但有没有可能有一架无人机 就突破这种防线 来讲掉下去 我觉得可能性很大 第二个我们提出质疑的 就是美军来讲的话 这是艾森豪威尔浩 他的这种舰长 他特别公布 我没被打到 对不对 他发了一张照片 他发了一张照片 来讲的话 不发还好 发了一张照片 大家觉得很奇怪 你知道他发什么地方照片 你说你没有被打到 你就拍甲板上面 我们看这甲板很平静 结果他现场发了一张照片 是厨房没被打到 厨房还保持正常运作 餐厅还可以正常吃饭干什么 那我们大家怀疑说 有没有一架无人机 掉到你的甲板上面 在那边产生一个爆炸 那重点是什么 就是胡塞敢打 第一次大概全世界第一次 有一个国家敢用这种 对美国的航空母舰发动攻击 接着我想说卡达跟以色列这边的问题 其实也是很严重的 现在来讲的话 当然美国拜登他为了要选举 以色列跟美国来讲 两个同时面临国际舆论 已经达到临界点了 因为国际舆论上面 不管是美国自己的抗议 或者是国际舆论 我们都知道 包括全球的法院 以及检察官 已经对纳坦雅胡 发布通缉令 也要求他们停战 联合国里面也有147个国家 同意巴勒斯坦建国 所以国际舆论 几乎都已经是一面倒的 对以色列施加压力 但拜登基于这种压力之下 他又自己提出来说 我们来分三阶段来停战 第一个阶段 大家先停战六个礼拜 然后双方交换人职 最后永久撤出 结果我们都认为说是 这给你以色列一个台阶下 因为你到现在为止来讲的话 你北中南都还在打 北部打加巴利亚 中部来讲废城走廊 南部那边拉法那边 所以可见你对于哈马斯 这几个营来讲 你还没有办法彻底歼灭 那你等于说自己的兵 也陷在这个地方 已经七个月了 好那现在问题来了 问题是纳坦雅胡心里怎么想 纳坦雅胡也愿意接受 可是他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他极右派 包括他的内政部长 包括甘石这种暂时内阁来讲 他们极右派不同意你停火 你说停火我就推出政党 那六月八号以前 他们给的最后极限 是六月八号你要提出治理方案 治理方案就是军管 你怎么办要管制叫他走廊 那纳坦雅胡 基于自己个人的政治前途来讲 如果说是这些这个 这个纪右派 退出他的联合政党来讲的话 联合的内阁来讲的话 他就垮台了嘛 那他就再也没有东山再起的机会 所以他为了配合这些这极右派的主张 就坚持要打到底 我觉得他真是狠狠打了拜登一个巴掌 OK好 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日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他 称他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解控